狗狗吸入式麻醉安全吗 其实狗狗的麻醉相对于人的麻醉来说 还是比较缺乏多种手段 那么现在基本上也就是注射麻醉 或者是吸入式麻醉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么大部分现在而言安全系数比较高的 对于宠物上面用的都是吸入式麻醉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主要是通过一个肺部代谢 那么假如90%通过肺代谢能够出去 这个时候安全系数会高很多 而且它的一个量是随机可控的 不像是以前的注射式麻醉 我把多少量打进去之后 万一产生了不敏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情况 我的药是没有办法吸回来的 而呼吸式麻醉就有一点好处 就是在于什么呢 我是缓缓的有麻药进入的 那这时候我感觉到不好了 虽然吸是吸不出来了 但是我可以立马停止麻醉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可控变量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吸入式麻醉相对于注射麻醉而言 那肯定优势还是很多的 而且吸入式麻醉基本上都要打开一个呼吸通道 那么这个对于手术过程中 万一出现了一些意外的一个抢救 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抢救效果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